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洋新闻频道突发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主持人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 热情发生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现在就是2020年6月3日的星期三 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一组与中国有关的时政消息 以及我的个人非常简短的数评 先看今天的头条 赵紫阳 胡耀邦的目的戒备森严 明天就是六四三十一周年了 中国近日就进入了敏感时期 所谓的敏感时期了 和当年民运关系密切的 两名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和胡耀邦的目的都戒备森严 而民运人士李旺洋的目的 则被警方特别标注以便监视 在进入消息之前 我在这里打一个广而告知 那就是我在六四之前就采访了 周峰索先生 邱家军先生 以及加拿大的盛学女士 请他们谈一谈在这个六四他们有怎么样的感怀 那么我正在做一些剪辑 希望朋友们能够很快来关注 好了 接下去我们就进入消息 在1989年的民运之中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就被视为同情学生的温和派 在六四之后就被中共高层指控为分裂党和国家 支持动乱分子就撤销了党值 并被软禁15年 一直到2005年过世 赵紫阳逝世之后 他的家属就没有办法就下葬地点和中共的高层达成共识 他的骨灰就一直安放在故居 一直到2019年家属才获准将赵紫阳夫妇的骨灰 下葬在北京昌平区的民间墓地天寿园 那么关于天寿园 在过往的我的一期节目中 我也提到了天寿园有上海国资委的背景 那么根据香港明报的报道 六月二日在赵紫阳墓园之外 就已经加强了保安的工作 一辆没有熄火的警车就停靠在旁 虽然并没有阻止或者说盘查进出的人员 但车内警员仔细打量来往的车辆和行人 而墓园之外也设立了值班台 两名保安就要求入园者要持身份证来刷卡 并进行人脸识别 在通往赵紫阳墓地的区域 架起了设有施工标志的围栏禁止任何人进出 而围栏后方也装有一台监视器 不过一位墓园工作人员就介绍呢 并未听说近期赵紫阳墓地附近有施工 而这个区域前几天还畅通无阻 工作人员还特别指出 赵紫阳下葬之后 所有通往他墓地的路口 都设有监视的设备密集程度 超过以往的监控需求 而在赵紫阳下葬之前 天寿园据了解并没有太多的进出限制 但今年1月赵紫阳逝世15周年时 墓园门口就已经设置了身份证的刷卡装置 进出也必须登记 而胡耀邦的目的也是戒备森严 胡耀邦1982年到1987年间 就担任中共的总书记 被视为党内的所谓的改革派 但在1987年的政治斗争中下台 并于1989年去世 之后大批民众和学生聚集在天安门悼念胡耀邦 也揭开了当年民运的序幕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消息就指呢 位于江西贡青城的胡耀邦的墓地 在6月1日就有数十名便衣公安监视 而当地的饭店和主要路口都有公安助手了 另外很多香港媒体和台湾媒体还提到了一位 李旺阳 因为声援六四被常年关押 之后离奇死亡的李旺阳 近日墓地上被覆盖一块大型红色的塑胶布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就引述李旺阳的妹妹 李旺玲的说法指 公安以此方便监视谁靠近了墓地 一有人接近警察就会上前盘问或将人带走 李旺阳是湖南的少阳人 担任工人的他就曾参与8964之后被捕 判处了重刑 或是后再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下狱 前后坐牢约22年 旺阳在2012年就深故官方指他是自杀身亡 但家属至今仍然质疑他的死因 李旺阳刚才提到了湖南少阳人 真的是吃得苦 罢得蛮 不怕死 令人赶快不已 旺阳别来无恙 旺阳兄别来无恙 接下去的消息 蓬佩奥将在六四宣布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的消息 多家美国媒体就有提到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已经在美东时间6月2日下午会晤了六四的参与者王丹 苏小康 李恒青和李兰菊等人 而美国国务院将于6月3日中午12点钟左右 北京时间大概是6月4日凌晨左右公布会面的消息 一般预料 他的说法 美国国务院的一些说法将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 美国之音的最新消息就指 根据美国国务院公开的日程 相关信息就显示 蓬佩奥在6月2日的下午2点30分 与国务院会晤了六四事件的幸存者 而美联社引述一名高阶官员证实了 这项活动如期举行了 但并没有透露与会者身份和讨论内容 蓬佩奥在6月2日 曾就香港政府不批准当地六四天安门事件 维员晚会纪念仪式 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这就是不让香港人发声和做选择 让他们和大陆民众一样 所谓的两制到此为止了 蓬佩奥2018年上任以来 每届六四天安门事件周年都会发表声明 2018年蓬佩奥就引用 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小波的话说 六四之魂尚未安息 就敦促中国政府重视天安门事件 到了2019年蓬佩奥则指 美国于六四天安门事件后 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发展成更开放宽容的社会 但这些希望破灭了 他还敦促中国政府释放 因争取自由与权力而遭拘禁的公民 蓬佩奥目前近期对中国的态度毫无疑问 已经是更为强硬了 之前他曾质疑中国隐匿2019年冠状病毒的疫情 并要求追查病毒来源 就引来了中国官媒的隔海交火 在中国推动港版国安法的立法之后 蓬佩奥也向美国国会表示 香港不再有高度自治 不能再享有美国法律 过去赋予的香港的待遇 而蓬佩奥本次 也就是6月2日会见王丹等人 外界就普遍猜测 将再次引起中国的不满 让两国关系更加紧张 那么我们等一等看一看 美国官方的消息会显示 蓬佩奥究竟会说怎样的硬气的话 表怎样的庄严的态度 在香港相信也很多人在翘首以待 在香港每年纪念六四活动的组织者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简称支联会大名鼎鼎了 在6月1日就已经收到了 香港警方对其提出的 集会申请发出的反对通知书 这就意味着30年来 香港民众将首次没有办法 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烛光晚会 警方给出的理由是 防疫期间限聚令禁止 八人以上集会 接下去的消息 北京听意见太冠冕 林郑随护 偷胸鸡 北京时间6月3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就再次进京了 根据港府的公报 中央政府将就港版国安法 听取林郑的意见 距离林郑上次在北京参加 2020年中国两会时间刚过一周 在6月3日就有香港媒体指 虽然官方称是中央要听取林郑的意见 当然这会是此行的内容之一 但显然也是北京的一种姿态的表现 港版国安法宣布到今天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 香港及各界的反应 北京已有所掌握 此时林郑进京 除了向北京反馈意见 恐怕还会有针对国安法的下一步安排 进行实质性的讨论 所以在这里我刚好插一句 有一些人可能会心存侥幸 心存幻想 根据这样的一篇报道 这一份乐观恐怕来的不太现实 北京要与香港面对面来讨论的 最核心的一条恐怕就是 港版国安法中的第四条了 具体来说就是 中央人民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机关 根据需要在香港特别行政区 设立机构依法履行 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职责 那么更直白的说 讨论的内容就是 北京打算怎样建立 保障该法运行的国安机构 以及怎么来运行的问题了 香港媒体的报道就提到了 林郑此行五人 她的随护应该说 某种意义上就透露出了玄机 因为她的随行就还包括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警务处的处长邓炳强 以及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陈国基 如果按照官方的说法 林郑此行是向北京反馈 香港对国安法的意见 那么郑若华与陈国基的随行 不难理解 只是保安局局长 与警务处处长的同行 似乎就有些特别了 相关的分析就提到了 这很有可能就是北京要评估 香港社会的情绪 而更大胆的猜测就是 这一次的会谈就与港版国安法第四条之间 很有可能出现某种关系 具体来说 北京很有可能仿照 港英时期政治部香港警察的设置方式 在香港警队率先建立维护 国家安全的机构和运行机制 相关分析就特别提到 港版国安法落地不远了 透过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以及警务处处长邓炳强的北京之行 恐怕可以证明这一点 最后是一则简讯 英国再度表态 对香港不会弃之不顾 英国首相约翰逊 在6月3日星期三就表示 如果中国在香港实施违反 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 中方国际义务的国安法 英国将不会其香港人民于不顾 约翰逊在英国《泰晤士报》上 发表的文章还指 香港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它的人民是自由的 如果中国强推港版国安法 将直接违反联合声明规定的 中方义务 这是一项在联合国备案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约翰逊还指出 许多在香港的人 担心他们的生活方式面临威胁 而先前中国承诺 将维持其生活方式不变 他还说 如果中国朝香港民众 担心的方向前进 那么英国无法昧着良心 做事不管 英国会履行义务 并提供替代的选项 此前英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6月2日星期二 也同意 重新调整英国 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中方的回应吧 6月3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就主持了例行的记者会 在记者会上 他就说中英联合声明 关于对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是中国单方面的政策宣誓 不是中方对英方的承诺 更不是所谓的国际义务 当然他没有提到 那这个是不是中方对香港人民的承诺呢 赵立坚没有提到 他还说中英联合声明 没有任何一个字 没有任何一个条款赋予 英国在香港回归后 对香港承担任何责任 英国对回归后的香港 无主权 无治权 无监督权 还说呢 因此英方就没有权利 假借中英联合声明 对香港事务 说三道四 干涉 中国内政 那么我们可能要再问 赵立坚 那么对香港人 是不是有这样的承诺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播报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 大洋新闻频道突发新闻栏目 我是频道主持人 调查记者岳哥 真实报道 热情发声追溯 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非常期待 能够得到您的评论 订阅 点赞和转发 朋友们 下期见 朋友们 不要忘记六四